这个女白脸正在梦想之中,没想到床下竟钻出一个男人,她又不要捂住女人的口脸,下一秒女人便失去了意识,接着男人便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,在女人的卫生间洗澡,用女人的牙刷刷牙,收拾完后,男人还不忘把地上收拾干净,接着便躺上女人的床,抱着女人便倒头就睡。 小白是一名银行华物人,独自在外居住的小白,也在家中挂上男人的衣服,门口放上男人的鞋,这天正当小白出门准备上班时,在家门锁上发现了指纹,小白很是疑惑,但是不敢多想,只好擦掉指纹后赶忙去上班。 在楼下的时候,小白的房屋中介打来电话,试问她什么时候能搬走,小白不知道的是,不远处门口的保安小屋,却在一直注视着她。 下班后,在地铁上小曼对小白推草这些客户,都是一帮不讲理的,这是旁边的一个猥琐大叔,把头靠在了小白身上,小曼直接把小白摟团了,并把威胁大叔骂一顿,但是大叔却又把腿靠过来,表示很高兴气,小白只在站起身远离这种人,小曼才不惯得这种人。 直接把身子撞过来,让小白坐在了旁边,回家的路上,小白来到了黑中介这边,黑中介让小白赶紧把房子捧出来,小白表示我租期都没到,凭什么要搬走,便回了家。 回家后小白便来中间行为,发到了微博上,便去洗漱准备睡觉,在卫生间里,小白发现旁边的底上有大片水渍,虽然也被一泡,但是也没放在心上,就在这时,小白的门锁传来了输入密码的声音。 小白拿着刀打开门后,发现能耐没有人,但是却在地上发现了一个烟瓶,感到不安的小白叫来了保安血,只问能不能看一下监控。 小吴却表示这边的监控不坏了,没有办法的小白只能先反复。 上班时经理十分醒来,打算过段时间去那边忙碟,小白表示你跟小曼分在一起就行,经理却说小曼父母肺炎很大,马上就会被掉到市中心。 经理告诉小白说,人身后都得有个靠山才会过得轻松。 下班后,小白和小曼在便利店聊天,小曼说到前几天有很多人还是过,到现在都没找到,估计是已经死了。 小曼突发起想对小白说的,要不我们另一个案子,遇到危险就说给对方,小白觉得多喝热水这句话就很不错,既给五头就又不会被发现,小曼可是赞同,想回家的故事,小白觉得有人跟着自己,于是赶忙好起来,梅小高在暖小时,去撞上了等候多时的黑中介,黑中介跟险小白把威风扫,小白不愿意,便与对方争扯起来,正到两人争扯了下时,小白的心理反过来,拦走了黑中介, 随后经理想把小白送回家,开始小白不想把他的位置告诉金利,找了个理由后便自己回了家,小白倒枪了一会,经理便疯了一会,上了,小白打开门后,金利已上厕所为了,调心陷入了小白家里,在厕所里,变态的经理暴露了本性,竟拔起小白的牙刷闻了又闻,经理从厕所出来之后,便坐在了沙发上休息起来,还想让小白跟他坐一起,小白此时却问经理,是怎么知道他家门排号的, 经理露出了变态的表情,便朝小白走来,小白赶忙见头准备出门,没想到刚打开门,便在门口看见了小吴,小吴送经理的车已经停很长时间了,单下去开走了,经理没办法只好先回了家,小白和小曼说的这些时候,小曼表示不安全就先来跟他一起住,知夜小白熟睡的时候,房下居然爬出来的黑夜。 终于人用一药将小白淋瘟后,便把这里当做自己家一样,在卫生间洗了澡,还用小白的牙刷刷了一样,还不忘把细节处理到位。 干完这些事情之后,便从后面抱住小白顺了过去,导致醒来之后,小白便去看了别的好,但和价格太高是在的能力。 然而在小白看门时,黑中介就回鬼祟祟了,在小白家门口乱逛一步,等到寺校无人后,黑中介拿着一百钥匙,便打开了小白的窗户,在进门关门后后,黑中介便拿起动了,想把摄像头安放到空调里,可是却发现空调里已经有摄像头,正当黑中介疑惑时,一个非一人性情人们快爬了出来。 晚上小白回到家里,发现窗外有位老人在盯着他家,觉得不安的小白便叫来了小曼,小曼得知之后,便带着小白前去治文,老人表示有人在小白家,小曼便从窗户朝外看去,发现正有人在小白的家门口,小曼人便立马反向家中,回到家后,小曼让小白赶紧回家,就在此时小曼去接到电话,他们家漏水漏到楼下,没办法小曼人便立马反向家中,回到家后,小曼让小白赶紧回家,就在此时小曼去接到电话,他们家漏水漏到楼下,没办法小曼人便立马反向家中,回 小曼只好先回家,并让小白赶紧收拾行李,出语完之后就过来接他,小白在收拾好行李之后,发现地上有点灯,便打开了扫地机器人,和扫地机打扫到床下时便弹了回来,疑惑的小白便弯下腰查看,没想到,在床底下竟发现了飞中介的鱼头,于是小白便报了警,在警局听过询问后,徐警官说了,暂时无法确定嫌疑人,需要等排查一下精进进行,不知所措的小白给小曼打去电话,但是小曼的 变化却是很坦白的,此时的小白,已经被吓到河水楼里的旁边,第二天,小白得知此为了,经理说到自己正在决定,便让小白来犯罪点,小白等来之后,却一直被指定醒了,有让不同的小白,每体被电来到厕所的后期,又在这时,经理闯了进来的人,开始发酒疯禁止想给谢小白,小白很顺悦了,因为用尽全身力死去开军事跑了,远续受到惊吓的伤害,躲到了几乎中心, 便给小曼打进电话,给小曼小曼去说,之前屁底下的按照,就会好好休息,记得多喝热水。 发现不对的小白立马报了警,徐警官便立马开始,对小曼的社会关系网展开调查,发现小曼最后一顿饭,是和一个名叫杰瑞的人一起的,小白表示自己和小曼都不认识叫杰瑞的人,没有头绪的小白便找到了证医生,突然证医生看到,不远处有人在听着他们, 小白发现是小区的保安小吴,两人便追去查看,发现小吴已经不见了,郑医生表示,小白最近要注意安全,随后两人便继续寻找小曼的线索,傍晚的时候两人来到一家家厅厅,在吃饭时,小白觉得郑医生不对劲,并且徐警官发了位置,当两人吃完饭结账时,小白发现郑医生的不原理,就叫杰瑞。 嗯,杰瑞先生 杰瑞先生 郑医生表示小曼还没死,但让小白看见小曼后,紧接着便放出两条恶狗中的小曼准治,就当那恶狗马上就要聘到小曼时,郑医生拉动机关将小曼放进地下室,并将小白也一起关紧,接着便要去除了小吴。 郑医生把小吴拉回家,才用绳子把他吵死,没想到小吴已经起,在一番搏斗下,小吴冬冬不止郑医生,但是打斗的声音,引起了在外调查的徐警官。 徐警官立马不门而入,开始追赶郑医生,在一个路口,郑医生劫持了一辆车,徐警官在后面紧追不时,郑医生回到仓库后,便立马将汽油倒进来,关押小白和小曼的部门时,扔完两个山,但是点火的打火机继续操不着。 就在这时,徐警官踩了过来,郑医生听见动静后,便连到仓库,拿出了自制的箱,准备标起全布山。 徐警官也在立下室,发现了小白和小曼,再将其拉上来之后,让两人创立,此时郑医生已被捕图,见着徐警官直接看一遍,徐警官应声了。 郑医生抵着入室,这个马上就要跑到小曼以后开机,约着要对小曼下室时,小曼后面拉入了送女生,正当郑医生准备, 将小曼杀死时,小白开车向郑医生撞了过来,被撞到的郑医生倒地不起,小白赶忙下车去扶起徐警官,没想到郑医生又站了起来,郑医生拿木棍将徐警官打晕后,拖起小白就往里走,正当郑医生要把小白扔进火坑时,小白拿起话甲便扎向了郑医生,接着便捡起木棍朝郑医生砸去,郑医生挡住了最后一下,一脚便把小白扔进火坑时,小白拿起话甲便扎向了郑医生,接着便捡起木棍朝郑医生砸去, 正当郑医生要敲向小白时,醒过来了徐警官,当场将郑医生击毙,郑医生因为小时候的心理被影响,长大后被此变态的心理控制,终究坠入了身边。